請來吧 中間應該吃 這個比例好大 各位與會貴賓 您好 歡迎您蒞臨2013年第17屆國土規劃論壇 那本次的主題為理論與實務的對話 首先我們就先邀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 系主任周克萬教授來幫我們來主持開幕式 這個部長 我們的大家長 黃校長 還有我們的大院長 林院長 還有我們議會的貴賓 尤其今天我們除了台灣本島的學者來參加之外 我們也特別歡迎來自我們的夥伴學校 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建築與成規學院 到我們這邊來參與我們的年度的盛會 跟參與我們的論壇的發表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另外我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的其他的所有的來賓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假日裡頭 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學術的研討 所以說個人請代表這個都市計劃系 來跟大家做一個 前程的一個感謝 那接著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期待我們這一個也是成大的校友 就是我們的李部長給我們一個很精彩的演講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 等一下我們先請我們的校長先幫我們做個致詞 以後我們再把這個主持棒交給院長 然後請我們的這個部長 來給我們做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演講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先麻煩我們的這個黃校長呢 我們的成大大家長來給我們做一個貴賓的一個致詞 謝謝 謝謝 今天大會主席 國主任還有陳念堂 那我們成大水利系的傑出校友 就是李宏妍和李部長 還有各位議會貴賓 特別歡迎阿公大的師生到成大來 我們阿公大跟成大的關係滿密切的 很高興今天參加這個國土的規劃會議 那我也很高興李部長阿 從高鐵做到這個地方來要做三十十分鐘 如果以他的身份阿 在大陸阿 在中國大陸阿 我的經驗阿 領導人阿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我沒有亂講話喔 我曾經被招待阿在高斯公路阿 可以U-turn的 是因為美蒙主席 人大副委員長蔣樹森 我們是他的貴賓 所以所有車子 五輛車子都沒有紅燈 幾百公里都沒有紅燈 所以我很高興我們李部長 有這種胸襟 表示台灣的民族 但是也為他教區 所有的公安都他管的 結果他沒有發動公安 維持交通 這就是成大的精神 知道嗎 那更高興的一點 那今天來談 一眼水地區的規劃的新思維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因為全球阿 地產在下限 還是會在上升 正在上升 1984年我已經算過 台灣的平均 還是會大概一年上升 零點落到零兩把公分 所以很多艱海地區 在併到報酬的時候 大家都會淹水 那一個有為的政府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看到問題 就要一個問題 所以 李弘揚部長 是成到水利系畢業的 他也有成到的這種傳統 他曉得 像這種東西 你不及早去規劃 總有一天 就會吃上土頭 就像今天 江一華院長 說拜託太陽來了 太陽來就要來了 是你江院長說 叫太陽來來 下一天 就有雨水 這笑話 沒有記者 這個就是 政府不用心 如果我們李弘當行政院長 就不一樣 不配你 不配你 我們搞水利的人 很注重這個東西 不要等沒有水的時候 再講要水 你要看著很遠 一個先進的國家 一個有為的政府 必須要讓老百姓 生活在安全 無力的生活當中 非常重要的觀念 水 不是你可以 叫上天 下就下 那不下的時候 我們還有水喝 對不對 這水利的責任 你怎麼要吸水 怎麼要儲水 這很重要 所以今天 我們還有煙 李部長說 你煙水 對吧 先見之明 總有一天 會煙水 所以 以後 台灣是不是 最好安品不要買 因為安品很快就會煙水 那所以 我等一下講完以後 我要先走 因為我如果坐在那邊 李部長講話 很不習慣 我走了以後 他就可以好好花費 懂嗎 好 今天就很高興各位到成大來 也是希望大陸開工道的師生 能夠很快在成大度過這幾天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這個我們再次 這個歡迎送我們的校長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精彩的這個演講 我們來交給我們的劉豐田 李院長來做個主持 那也恭喜我們的李部長呢 來進行我們這次的演講 謝謝 李部長還有周主任 各位哈工大的師生 還有所有的老師同學們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李部長來 那剛才稍微 其實已經都稍微介紹了 李部長是我們成大水利系的學長 所以在今天我們學術場合 如果大家想要拉進冠軍 趁他學長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那後來呢 他也當過這個台灣省的水利處的處長 那台北縣的縣長 好 我們部縣長 不好意思 不過如果以大陸來講 我們都叫縣長 那當然後來當過這個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以及這個現任的內政部部長 那這個李部長呢 他在他的從政的過程 其實他也是台大土木西的教授 所以是這個學有專精 然後把我們的知識應用在食物上面 那這個是很不得了的貢獻 那待會兒呢 其實李部長的power point 我稍微偷瞄了一下 那的確像剛才校長講的 各位待會兒印證一下 這個顯然已經超越內政部長的格局了 而且也把他這幾年來的食物經驗 真的是食物的經驗 怎麼樣做統合 怎麼樣做這個總理的這個綜合的這個治理 那這個觀念我想待會兒 李部長會有一些非常這個精彩的這個介紹 好 那我們就這個樂樂掌聲歡迎李部長 來 OK 好 謝謝 來 院長 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還有大陸來的朋友 今天 我的power point 今天很高興呢 有機會到 都記系來 跟各位交流交流 因為 學水利的跟學都市計畫的 一直都 沒有太多的機會交流 其實趁這個時間 今天也跟各位談談 內政部在做什麼 我們國家在做什麼 我們學水利工程的人呢 如何試著想要跟學都市計畫的來對話 我們如何來解決問題 因為你們只給我一個小時 所以我要抓緊時間講 因為這個題目可以講三個小時 而講不完 第一個 當然 這都是全世界所有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全球化 全球暖化 我們今天內政部最大的困擾 最大的挑戰是 如何把國家做出一個 做出一個 戰略 我們叫做國土規劃 那這國土規劃呢 我們應該如何來做 我們台灣人在這個整個這個講中文的世界裡面 我們自己的identity是什麼 我們的capacity是什麼 我們的limitation是什麼 這我們都要弄清楚 這東西都弄清楚以後才有辦法做所謂的國土計畫 當然呢 這問題會 我們這整個問題是動態的 它會越來越嚴重 缺水的問題 洪水的問題 會越來越緊張 還有呢 Food security 我們一般 今天你們在做都市計畫 做國土規劃 有沒有人想過Food security 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的農業區在哪裡 好像都不在我們學都市計畫的這個思考裡面 這個是不行的 Food security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口會增加 因為農業區在消失 因為呢 雨量在消失 所以我們呢 農耕的概念要改變 不過今天呢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各位談這 然後呢 最近台灣最熱門的議題 能源 我們的能源的概念 會影響到我們對國土設計的概念 會影響到我們的建築概念 跟都市設計的概念 那假如 能源 能源不只是核電 比如說 假如沒有什麼意外 當然這是去年的資料 這個汽油在30年之內會用完 假如汽油不是用完 不然就太貴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交通政策是什麼 交通政策絕對不會是蓋快速道路 不會開高速公路 我們交通政策就是軌道運輸 假如是軌道運輸 你都市設計的概念 就要不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只是跟各位講 其實能源政策 跟你們是有關係的 不是台電的問題而已 然後呢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然後呢 世界增溫 0.7度 台灣增溫 1.3度 我們的溫度上升是人家的兩倍 這個跟氣候變成沒有關係 這叫熱倒效應 然後呢 這是水利署的資料 未來呢 不是汗就是落 沒有風調雨順的 過去每19年發生一次嚴重水災 現在每兩年 會發生一次嚴重水災 過去每17年會發生一次嚴重汗災 現在每9年會發生一次嚴重汗災 我們現在水利界最大的潰擾是什麼 我們定不出來什麼叫200年頻率洪水 理論上每200年發生一次 台灣一年發生兩次 這就是 這個整個概念已經改變了 不是汗就是落 其實人類最大的挑戰是旱災 不是水災 這是我們 其實中國大陸最怕什麼 最怕旱災 不太怕水災的 其實水災 我們已經練就了一身功夫 但是我們對旱災呢 基本上一籌莫戰 一籌莫災 我待會有機會跟各位講 旱災我們該怎麼辦 然後呢台灣還有一個天敵 地震 Earthquake 一個地震 可以把半個中台灣的山上的直飛 全部破壞掉 但是多久它會恢復平衡 20年 20年 那這問題是 台灣又是這麼小一個島 20年之內人還是要活 這條路還是要通 那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你還是活在這裡面 所以你要學著跟災害來共處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農業奇蹟 增溫水庫 這是原來的地表面 這是現在的地表面 這是現在的地表面 所以土跑哪去了 土跑增溫水庫裡面去了 那所以水庫的庫容一直在減少 我提醒各位 台灣大小水庫五十座 一年可以續二 五十座的續洪量是二十億噸 一座水庫大概可以用四次 所以台灣一年要續八十億噸的水 才夠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使用 現在水庫的庫容剩下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一哦 到了交到你們手上的話呢 假如運氣不好 萬一剩下二分之一 請問你們 你們該怎麼辦 你們講 再繼續蓋水庫 很抱歉 沒有地方蓋水庫了 水庫全部被我們蓋完了 水庫的霸子是日據時代就開始 勘測到現在沒有水庫了 水庫清淤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們手上的conference是什麼 你們只有一半的水 你們如何利用一半的水 來support兩千三百萬人 還要support你整個都市的function 這就是challenge 然後呢 山上全部長這個樣子 山上長這個樣子 你不發生土石流才怪 所以我常講我們是一筆糊塗賬 我們又是一個民主國家 你們不能把他們搬下來 可是他們能賺多少錢 社會成本投入遠超過他們能賺的錢 然後呢 平常很漂亮 到了颱風天變成災民 然後呢 水庫欲滿了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學一門課 叫做砸壩工程 老師教我們怎麼設計一座水壩 但是呢 人類會蓋水壩 一百年的光景 水壩的壽命一百年 所以現在水利工程界 碰到一個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如何把一座淤滿的水庫拆掉 所以各位走錯行了 你們要讀水利工程 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製造十個問題 現在呢 水利界不曉得如何把一座淤滿的水庫拆掉 這是全世界的水利界都沒有答案的 所以一個淤滿的水庫怎麼辦 清淤 今天再跟各位講一次 沒有清淤這兩次 水庫怎麼清淤 你要挖一地方米的泥沙 放上沙士車載走 假設有地方丟 這邊有一億噸的泥沙 你要一千億新台幣 去哪邊找一千億新台幣 一輛沙士車載中二十噸 你沙士車要把一千億 一千億還乘以二點六五 才是它真正的重量 除以二十噸 沙士車連起來 可以繞地球七圈半 而且陸經過的地方全部被壓壞 所以沒有清淤這兩個字 哪個行完沒有這兩個字 而且也沒有地方丟 大陸的概念跟我們不一樣 大陸叫做續清排虹 洪水系的時候呢 水庫的閘門全部打開 這個泥沙可以沖下去 台灣不行 台灣的水庫的設計概念 跟大陸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今天沒時間跟各位談這個 現在呢跟你們有關了 我到了內政部 我就問我們銀建署一個答案 沒有答案 台北能住多少人 這是很嚴肅的議題 我現在叫我們銀建署開始算了 台灣這塊土地的土地承載力 北中南東中央山脈各可以住多少人 各可以容許多大的產業 你這些東西都不知道 你怎麼做國土歸 好告訴各位 台北現在呢 塞進來八百萬人 大台北 好北北基 八百萬人 這一條河叫淡水河 我們這條淡水河 一百八十幾公里 不要小看它 它的洪水量比黃河還要來的大 它靠兩座水庫 一座翡翠水庫 跟一座剩下三門之二 庫戎的十門水庫 它基本上缺水 第二個它非常容易淹水 第三個 台北上一次發生大地震 是康熙三十三年 台北三百年沒有發生大地震 台北是全台灣地下水管制最好的地方 腳底下全部是地下水 所以最壞的scenario是 一個終極地震發生在台北 我們可能就會 We are in big trouble 我們就會有很嚴肅的 很嚴重的議題 所以從防災的角度 從水支援的角度 台北都沒有辦法容納800萬人 可是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們今天只會抱怨說 啊 台北房價太高 物價太高 交通阻塞 空氣污染 Yes 那個都是答案 都是結果沒有問題 但是 consequence 是什麼 你要先知道說 代表到底台北能住多少人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想說 那你該怎麼辦 你要如何讓這些人 去到他該去的地方 如何把產業到他該去的地方 這叫做國土企劃 國土規劃 但是沒有人在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連連連連連我 要問你 都答一本能住多少人 全台灣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但是贏界署 今年年底一定要給我答案 因為我沒辦法等他們 今天剛好也成大老师在這兒 順便問你那個問題 你們有答案 請你告訴我 但是這答案不太容易 因為他跨了很多的領域 跨了太多的領域 然后十门水库 十门水库是一个淤掉三分之一的水库 桃园的水全部靠十门水库 但是十门水库已经少掉一亿的库容 所以意思是说北台湾一年少掉四亿吨的水 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发桃园航空城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你少掉了四亿吨的水 更不要谈说这个水库 万一来一个莫拉克的降雨 它是有可能垮掉的 万一垮掉的话这些地方就不见了 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来考量的 一个淤满的水库 水库真的淤满了 这个坝叫荣华坝 八十二公尺的高坝 设计的非常漂亮 但是淤满了 一棚倒变成蓝沙 导致十门水库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水坝万一垮了 十门水库就岂岂可危 这个东西是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的 我当然也可以把它盖起来 但是我们是把它摊开来 积极去面对它 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呢 在里面不远的地方 屏东 这地方在海平面底下 三点二公尺 这个地方只要初一十五就淹水 然后呢 水利鼠用离岸体来保护 我们的海岸 这离岸体呢 动辄一做就是上百万 我们用黄金保护我们的海岸 让他们养什么龙胆四斑 你们在报纸上都看到什么 哇龙胆四斑卖得很好 但是呢 他们卖的再多的钱 跟我们投进去的社会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有没有人敢说 全台湾只有不四项 对 他们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还有一些很严肃的议题是什么 因为长期超抽地下水 屏东离开海岸线五公里的地方 地底下抽出来的水 已经是咸水了 所以这地方什么东西都不能种 只能种什么 黑珍珠 所以黑珍珠是唯一的耐炎作物 我们台湾在这样继续折腾下去 到了你们当家的时候 吃黑珍珠过一日子 因为江南平原 什么东西都不能种 只能种黑珍珠 可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You have to play smart 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 如何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 你这个地方要让他有一个新的都市计划 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有一个新的经济产业出来 你才有办法让他去转 让他去转行 所以要先解决他吃饭问题 吃饭问题的第一棒是谁 就是你们 你们要把东西规划出来 要把产业制造出来 我待会跟各位讲 我有事的要做了 不是没有答案 是有答案的 然后呢 这一条叫做泰马里锡 台风前的泰马里 台风后的泰马里 水利工程师没有能力 把它从这样变回这样 台湾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从来没人讲过 这一条叫做线管核酸 台东县政府管的 所以中央政府呢 也很够意思 莫拉克以后呢 编了26亿给台东县政府 那是忘了一件事情 台东县政府水利克制有四个人 他连招标文件都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台湾还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小的地方需要这么多县市吗 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永远都是在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县市政府 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都在干嘛 都在发钱 中央给他钱 钱就左手拿到钱 右手发出去 就这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是必须要面对的 所以呢 制水的问题不在工程技术 在国土计划 而且跟各位讲 全世界不止台湾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我们工程师跟解决的都是小问题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谈大问题 不跟各位谈小问题 小问题你们都很清楚 所以呢 国土计划是什么 社会价值观 其实台湾问题碰到最严重的是 价值观严重的扭曲 这才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呢 国土计划在这儿 国土计划能不谈能源吗 你可以不谈农业吗 不谈生态 不谈秋夕旅游 所以国土计划在成大 可能都跨了一个学校 而且别忘了 这整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财务规划 Financial arrangement 你不懂财务规划 你再好的计划都没有用 所以呢 我们学工学院的人 要有人去学法律 要有人去学经济 不要有人去学finance finance的计划不好 所有的计划都是白讲 所以它是一个 是一个跨专业 跨部门 跨领域的一个 一个challenge 我到了内政部以后 第一件事情 我告诉营建署 把这几张图画出来 这张图是水利署的一烟水地图 这张图是中央地调所的波地灾害图 这张图是农委会的水土保持 是叫做土石榴浅室 浅室地图 现在这张图画出来了 叫做什么呢 这张图就是整个大台北地区的风险地图 我请问你们 没有这张地图 你做什么都市计划 你把房子盖在不安全的地方 这张图我们做好了 但是不能公布 怕影响房地产 这张图已经做好了 这张图 我要求营建署 在去年 北台湾中台湾做好了 今年南台湾 全台湾都要把它做出来 这张图提供给其他部会 提供给交通部 经济部 其他的部会来做什么 来做后续的规划 这东西是 这东西只是国土计划的一个底图而已 我后面还要套什么 我后面还要套民政户政 设政警政 还要套所有的东西都要套进来 才有办法做我们所有的国土计划 我第一步已经做出来了 这张图现在跟什么东西套叠 跟我们的水资源的availability来套叠 你到底有多少水 一套叠下去你会发现呢 北台湾缺水最严重的地方在这叫做什么 桃园 桃园基本上没水 但是我们要盖航空城 你航空城又不能不盖 但是水从哪里来 我待会跟各位讲水从哪里来 水在这里 水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巴黎物水处理厂 一天放掉120万吨的水 一天放掉120万吨 120万吨是一个新北市的用水量 我们就把它给放掉了 为什么把它放掉 因为把水放掉是内政部营建署的事情 把水收回来是经济部水利署的事情 水利署从来没有讲到要把水收回来 所以我到了内政部以后 我就把两个署长都找来 我们今天把要放掉的水交到你手上 你把它回收再利用 所以我们开始在做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的水给谁使用是最恰当的 给桃园的工业区的使用是最恰当的 对不对 你们觉得是一个perfect match 就你会 我得到的第一个反应呢 不是掌声 而是一堆人complain 桃园人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你们台北人用剩的水 他认为说 用了你们谁收的水 我就是二等公民 所以这是我们社会价值观 我待会儿跟各位讲 我们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还有呢 我们内政部还有一个法 叫做行政区划法 行政区划法 现在呢 现在讲五都政策六都政策已经too late 已经六个都了 最近很多人在讲说 大陆那么大也不过四个之下 是台湾这么小 跑出了六个直辖车出来 所以不在这个直辖车里面呢 全部都叫乡下 全部都叫乡下 这个这些乡下的公务员 都比这些直辖车的公务员少 一等到两等 所以它当然有不住人 台中的水利壳 当然只有四个人 高考去分发付万 拿到资格就跑掉了 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们现在定一个东西 叫做行政区划法 是什么意思 鼓励你们结婚 比如说我们希望基隆嫁给新北市 基隆人说我不想嫁给新北市 新北市是穷人家 我不要嫁给新北市 他说他想嫁给台北市 我说没关系 你要嫁给台北市也可以 我们法律从关解释 但是不是他要嫁给谁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希望北北基做出一个通盘的规划出来 但是我北北基在做规划的时候呢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首尔 我的目标绝对不会是台中市 绝对不会是台南市 我们北中南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们国家才会有希望的 所以合并的目的不是谁要来选市长的to low 合并的目的是我们如何把这块土地 做出一个规划出来 我还跟我讲为什么要合并 很简单 其实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有三分之一是重复的 你要规划新北市 你不把台北考虑进去 你只如何规划新北市 你要规划台北市 你不把新北考虑进去 你如何规划台北市 好 过去台北有个格局院 新北一定要有个格局院 为什么呢 到过去台北市也